政府公布第一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詳情 總共有480個項目 香港是根據聯合國家科文組織的公約 確定哪些項目入選 莫選的必須要在世代相傳 同自然、歷史互動中再不斷再創造 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 香港早在2006年 為本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開始進行普查 去到去年選出800個項目作諮詢 最終剩下480個 主要分佈在五個範疇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方面 包括有粵語、漁文化和客家畫 表演藝術方面 包括有舞龍、舞獅和粵劇 車工彈和端午節這些節慶活動都是 傳統中醫文化 例如跌打 屬於自然的知識和實踐 傳統技藝包括主要食物製件 飛機籃、蝦糕和麻油 本港有五個項目成功申請列入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包括涼茶、長洲太平清照、大澳端五油蔥、大黑武火龍 和香港潮印如蘭盛匯 兩位子彭究員 誰叫風效術 女幂停 物效術